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宏觀散打》 今天是5月3號 星期一 先講一下不好意思 因為上個星期三《宏觀散打》的時候 臨尾的時候就說星期五再講一下其他話題 但是原來我忘記了5月1日是公主話期 所以那天就沒有散打 趁今天才再接納 還有剛才好像都報錯了日子 今天應該是5月4號 不是5月3號 搞到亂了 不好意思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人民幣的匯率 因為其實人民幣匯率在過去好一段時間 其實在國際上都很多人談論 到底人民幣匯率在什麼價位是合理呢 當然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不同的一些方式去理定人民幣 有什麼叫合理 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就是用貿易數據 有些就是用Purchasing Price Parity 我們簡稱叫PPP 各式各樣 當然這個就是經濟學家 大家埋頭苦幹 在想 當然另外從政治角度來講 也有其他不同的考慮 特別是以過去來講 美國歐洲為主 一直歷來的看法都是 或者意見都是 人民幣是過分地偏弱 而令到中國在出口來講 有一個絕大的優勢 因為它的貨幣比較低 所以在中國製的貨品來講 在國際市場來講 也可以以一個更加低的售價 去吸引買家搶佔國際市場 但是一個比較有趣的發展 就是剛剛今天就見到 有報導說 這個IMF 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我們簡稱叫做國基匯 在它最新的一個報告那裡 就對人民幣那個匯價 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似乎對人民幣現在的 二元水平匯價 就覺得都算是合適的 當然 似乎大家覺得 好像這個就是 趨勢都會這樣發展 或者可能有些人覺得 這個似乎 不是一件很大件事的消息 但是其實這個消息 背後有幾番意義在這裡 第一來講 就是因為在國際來講 其實剛才講了 主要就是美國和歐洲的國家和政府 一直堅持人民幣不合理的偏弱 所以在很多貿易方面的談判 或者很多外交的場合來講 都會利用這個做一個借口 去對中國的強迫中國打開它的大門 接立這個外國戶來講 一直是其中一個比較著重的一個話題 但是今次的機會 那個態度 或者那個觀點改變來講 就似乎就是 令到日後來講 特別是歐洲 美國也都會是 和中國在貿易的談判來講 那個 形勢就有些微妙的改變 因為既然那個機會都覺得 中國那個貨幣不是過分地偏弱的話 那就不可以利用這個藉口 去逼使這個中國 對這個外國的貨品 各個門就全部打開 因為已經不算是一個不公平 最多限度不是在一個會教上面來講 中國作出一個不公平的一個態度 另外一個比較微妙的地方就是 因為如果大家熟悉這個國基會 和這個世界銀行來講的話 其實這兩個國際性的機構 都分別是歐洲話事 或者美國話事的 這個世界銀行 就是World Bank來講的話 過去來講 就比較多是美國所主導的 因為如果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實一個不成文的規矩 就是World Bank的頭頭 都是美國所Normonate 他不可以任命 但是很多時候 都是跟美國關係很密切的人 由美國提名 而得到大家同意 於是就任命了 在過去來講 基本上就是World Bank的頭頭 都是偏美國那邊 而另一方面 IMF的頭頭 過去來講 都是歐洲那邊提名 和歐洲那邊認可 所以也都是 一路來講 比較偏向歐洲那邊 這次IMF的決定 這次IMF的決定 就似乎 意思在後面 就是 似乎歐洲對中國的態度 是有一個 緩和了 或者更加一個 歡迎 或者更加貼近接近的態度 相對來講 以美國那邊的貿易談判 暫時來講 都仍然 似乎堅持 中國仍然在貨幣 來講 有一個不公平的取態 令到它有一個 不成文的優勢 所以也都在反映 歐洲和美國之間 會不會是 開始大家 那個特別是 對中國來講 那個看法 或者取態 又開始有少許分歧 其實在這個 IMF今天的消息之前 其實較早之前 中國主力去推動的 一個亞投行的設立來講 也都在反映 似乎是歐洲和美國之間 大家的取態有少許不同 大家可能還記得 我們在這個節目中 跟大家講過 中國力主和扯頭艦 想成立的 一個亞洲基礎 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簡稱亞投行 當然是得到很多 亞洲的一些 相對比較小小的國家 或者跟中國比較有的國家 支持 但是 比較 一個轟動一點 就是 在歐洲的主要幾個國家來講 譬如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 都舉手 表示支持這個亞投行的成立 但是直至到現在 美國和日本 對於亞投行的成立 都仍然持有一個 比較保守、觀望、不知可否 甚至有少少戒心的一個態度 所以在最近這一段時間來講 有幾個事件的發展 都似乎是開始 反映著 歐洲和美國對中國的取態 是有一個不同的發展方向 這也是一個挺微妙的發展 當然 政治方面來講 我經常都說 不是我的一個比較 不是我的強項 但是 在這個IMF最新 對人民幣的 一個這樣的態度 的主要面來講 就令到人民幣 在未來的國際舞台上面 或者國際貨幣市場的平台上面 那個重要性 就有機會再進一步提升 因為在IMF的機制裏 他們有所謂的一個叫做 Emergency Lending 就是在一些危急的時候 或者在一些市場很波動的時候 譬如說 IMF的組織的成員來講 就可以互相借錢 給對方 是到一個短時間的困局 而大家可以認受的貨幣來講 暫時都是主要的幾個 我們叫做Hard currency 就是流通比較廣泛的貨幣 今次IMF對中國人民幣的 一個態度的主要面來講 其實似乎在鋪排 就是說 有機會在今年以內 將人民幣的地位 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 是有機會再進步提升 而將人民幣加入了 這個所謂叫做 Emergency Lending Facilities 裡面其中的一個 可以接受的一個貨幣 對於中國來講的話 當然是有一個加分的一個空間 今次就跟大家講一講 人民幣的一個最重要的發展 我們接下來星期三 跟大家再聊聊聊天的話題 拜拜